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学习圣经第二章 就内在而言 圣经是活的 人在读经时 若遵其为圣 你认为圣经有神圣的意义 与非常虔诚谦卑的心情 来读它 你在聆听上帝的话语 这个时候圣经的属世意义 就在第二层天堂变为属灵 什么意思呢 你读经的时候 你在世上 在物质世界上在读经 第二层天堂的天使们 就会读到 就会感受到 你所读的那段经文的灵意 属灵的意思 而在第三层天堂的天使 就会感受到 你所读的经文的属天之意 属世意义接连着被脱离 对他们来说 这个属世意义 他们是感受不到的 因为属灵 属世 属灵 属天之间 是彼此对应的 圣经无非以此方式 书写而成 要知道 圣经是上帝的话语 上帝以此方式 来联系 将他的真理 将他在灵界 他的创造 以及生命的意义 生命将来的归宿等等 招式式人 所以圣经既然是上帝的话 他必然会有生命在里面 是吧 要没有生命 只是和世上的一般 其他的书一样的话 那圣经就不叫圣经了 那也就不可能成为神的话语了 上帝 创造天地的主 他本身就是生命 他是生命的根源 我们所有的这些生命 这些被造物的生命 都是他所赐予的 我们只是接受生命的容器而已 读圣经的属世意义 正如圣经在字面上的意义 其点点滴滴 在诸天堂之中变为属灵 然后变为属天 当他变为属灵时 就活在那里的真理之光芒中 当变为属天时 就活在那里的良善之火热中 第二属天时的属灵观念 源自那里的光芒 那光本质上是神性的真理 但第三属天天时的属天观念 源自良善之火热 其本质是神性的良善 在第二属天堂光是白光 那属天堂中的天使 在那样的光芒中思考 在第三属天堂 如同燃烧的火光 让那里的天使能够思考 天使的想法 与世人的想法截然不同 你要知道天使 他们所生存的那个存在的那个灵界 是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的 有时间和空间的表象 但是实质上是不是那样的 不像我们世界上 有这样的时间的观念 有空间的观念 他们没有 他们凭借白光或火焰似的光芒来思考 其中奥妙远超世间语言 能描述的范围 由此可显明 就内在而言 圣经是活的 人在读经时 若对圣经持圣洁的思想 圣经对他来说 就不是死的 而是活的 就是你在和上帝 在沟通 在交流 在聆听他的话 知道 而且圣经的一切 为主即活 因主同在 而有生命 正如主在约翰福音中说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从主而来 流经圣 通过圣经 流入的生命 就是作用于 智识的真理之光 和作用于意志的 良善之爱 这爱与那光 一同构成天上的生活 或者说生命 被称为永生 竹也教导 道就是上帝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 就是人的光 约翰福音 一章一和四节 谢谢观众 祝福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